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恋爱最难的恐怕就是看人这件事 你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喜欢的人 可是交往下去才发现彼此有很多互看不顺眼之处 于是整段恋爱你们都在努力想改变对方 又是吵架又是磨合 最后还是因为差太多而分手 而你也把自己弄得满是伤痕 可是如果你会看人 你就能察觉彼此并不相似 进而少走一些弯路 然而看人这项技能 学校从来没教我们该怎么看 大人们也都只说 等你长大自然就会了 但现实是长大之后 关于看人我们还是什么都不会 只好靠试错 从跟前男友前女友吵架磨合的经验中 慢慢理解什么样的人 才适合一起走一辈子 因此今年我们特别开设了这堂 洞察恋爱对象的系统化做法 我们想帮助你学会怎么看人 在这堂课中我们会分享观察恋爱对象的技巧 告诉你该关注什么地方 又该如何关注 帮助你从约会和日常相处当中 就能透过聊对的话题 观察有意义的行为和正确的解读 来看懂恋爱对象的方方面面 透过有意识的观察跟分析 让你寻找长期伴侣的这条路上 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 欢迎透过下方的说明栏 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资讯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旧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亲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提问的 都欢迎你写信到podcast atftpm.com.tw这个信箱 如果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 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 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 至于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 可能几句话就可以解答的问题 或者我觉得是和集合网友之力来帮忙的 那我也会在我的脸书用文字贴出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账号 我们前两周 尤其是上上周 我先聊了相亲联谊碰到的鬼故事 然后延续跟大家讲了 相亲联谊婚友社这一类活动 它的本质 教大家看董局 教大家知道在那样的一个活动中 比较容易开出怎么样的宝箱 那上一周我则聊了 如果你周围的异性朋友少 其实很高几率 你是有一个什么不自知的问题 这个时候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去找仲介 不是去积极地参加相亲联谊找婚友社 而是应该尝试找出问题 自我改善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增加异性朋友的数量 那这两集出来之后 我也收到一些email 或者收到一些私讯来问我 他说 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可是我不确定我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他可能碰过一些这种鬼故事 可是他同时也很担心 有没有可能 他是刚认识人的时候 就讲出不得体话的 所以就有些人写信来问我说 他该怎么自我注意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 毕竟人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我很直白 结果别人觉得你是白目 你觉得自己其实就只是爱分享 别人觉得你是在炫耀 有可能你觉得自己就是关切别人 别人觉得你在刺探他的隐私 或者你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可是别人压根觉得你是怪人 确实 确实 我们被别人当成怪人 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他的问题 就是他自己怪 对不对 可是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麻烦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一旦别人觉得我们是怪人 这些别人是绝对不会跟我们讲的 他只会慢慢的往后退 慢慢的消失不见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上一集说到 在恋爱市场中 效率市场假说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如果你是怪人 因为如果你是怪人周围的人也都觉得你是怪人 大家就会逃走就会消失 而且不会告诉你 那他唯一能反应的就是你身边异性朋友非常非常稀少的这个现实上 那只是有人就会错误解读了 有人会觉得我没有异性朋友就表示我很赞 因为将来如果我认识一个男朋友女朋友 他们就不用担心 因为我没有其他异性朋友 我就不会有什么干戈干妹那种东西 对不对 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专情的好人 不是的 不是的 实际上没有异性朋友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个警讯 那详细的概念 如果你上周没有听 那我建议你可以回头听一下我们上周的节目 那至于啊 这个礼拜 我想要回应一下这样的一个私讯 就是我要怎么避免自己变成怪人 那只是呢 说话能力啊 我得说 这是一个大灾问 那说话能力 还有人际互动 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 我是没有什么简单的标准答案 可是呢 我们确实有一系列跟人际关系相关的课程 像Ryan 他不是还开过一个讲座 叫做第一次闲聊就上手的系统化做法 其实呢 这些都是一个提升的面向 如果你知道自己哪里不擅长 我建议你可以挑一些课程陆续来参加 那其中甚至包含内向者的人际关系啊 甚至你有一些雅思的倾向 所以在互动上面不太擅长读空气 该怎么办 这一些类型的课都欢迎你可以参考参考 毕竟说话 人际互动真的是个大灾问 可是这一集啊 我觉得我至少提醒大家几个点 这几个点啊 是你在刚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甚至同性我觉得都一样 那异性我觉得就是更不要做 就是这些事情你不要做 最少人家就不会立刻觉得你是怪人 当然你可能还有什么底层的问题 陆陆续续浮现 还是把别人吓跑了 这个没办法 可是至少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是你在刚认识人的时候啊 不要做 我觉得会有帮助的 那我这边也说一下 下面这几个问题啊 是男生女生都可能犯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一集啊 也不是特别要去战男女 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大家就姑且参考看看 就是呢 听了你发现 哎我有 好那就警惕自己一下 那你听了觉得自己没有 那你就略过 听下一个也就没事了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 我觉得很容易会被别人当成怪人的说话习惯 就是自顾自的讲 我很优秀 就是呢 有些人啊 我们在刚认识的时候 我猜可能背后的心理机制是 他很怕别人会看扁他 所以就不断的会在对话过程中 明示暗示 我很优秀 比方说 他可能就会讲啊 我在哪里上班 我有什么条件 我开什么车 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现在赚多少钱 或者我认识某某某某 甚至呢 你可能也会注意到 有些男生 他们会刻意啊 或者故意的要炫耀他的车 比方说故意跟他的车子合照 拍方向盘 然后放在这个社群软体上面 来当成他的大头贴 女生我比较少看到 刻意去谈车子的 可是呢 就会有些女生 可能刚见面 刚认识 她就会谈 自己在什么外商工作啊 然后会绕英文 甚至绕法文 对不对 然后强调自己的一些 人文特质 美术鉴赏 或者觉得 她去过国外哪里哪里 然后台湾怎么怎么不好 或是呢 你也可能有碰过 就是呢 有些女生 可能就会刻意强调 她自己呢 这一路上 超多男生追 然后男生都怎么怎么怎么 或者男生都怎么 前仆后继的 牺牲奉献 等等等等 这一类就是 我所谓自顾自的 讲 我很优秀 那有人可能说 哎 就 那难道我不能讲 自己的事情吗 我不能稍微讲一下 我的工作 或者我很得意的事情吗 当然可以 所以呢 也不是说你不可以讲 但是前提是 对方有跟你聊到 他问到你工作 那你试图讲一下 没关系 他讲到你学校 聊到学生时期 当然你可以讲讲 你的状况 你念什么戏 念什么学校 可是啊 麻烦的是 有些人是 话题根本不到那边 他却会自顾自的 一路讲下去 或者是话题延伸太远 然后就变成 一直在讲 我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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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啊 就会让听众觉得无聊 比方说 人家只是问你 念什么科系嘛 你就开始讲 你的学校多难考 排行第几 分数多高 然后我当时在 巴黎 巴黎有多赞 那这整个对话 就变得很奇怪了 对方其实是会听出 你有尝试在炫耀 这个炫耀的动机 可是啊 我也持平来讲啊 很多人会这么做 他也不是真的 刻意想要炫耀 反而背后的动机 是因为对自己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嘛 所以他们就会误以为 如果我讲一些自己很厉害的部分 讲自己超有钱 讲自己读名校 讲自己开好车 或者讲自己去过欧洲 很有见识 那别人是不是就会对我们 另眼相看 可是很遗憾的 不会的 当你过度的自卖自夸 当你过度的自顾自的 讲优秀 对方其实只会觉得 你在刻意炫耀 那炫耀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 就是告诉对方 你看 我有这个哦 你没有哦 我有人文件事哦 我去过巴黎哦 你没有哦 所以呢 如果对方是真没有 你呢 拿这个东西去填补你的自卑 但是对方搞不好就自卑了 那人自卑了 他也不会因为他自卑 就因此喜欢你 对不对 两者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不会达成你要的目的 或者是反过来 对方其实搞不好 也有这些东西 他搞不好也有名车 他也去过海外留学 甚至搞不好更好 那当你做这个炫耀的时候 反而会让对方看不起你 会觉得 哎 不是吧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讲的 你这样就觉得了不起了 对不对 关系成立的关键 我希望大家就是要放掉 那些东西 重点真的不是你开什么车 也不是有多少人追你 你很厉害 跟我喜不喜欢你 这中间是没有办法 直接画上等号的 所以呢 当你在初期 就花太多的心力去强调 我很厉害 那当然最后留下来的 就变成只是想要跟你 利益交换的人 所以一样 这是一个逆筛选 再来 第二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避免的事情 就是呢 自顾自的 讲起了期待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听过不少人 讲的这个 认识新朋友的鬼故事啊 就是呢 有些人会在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开始自顾自讲起 婚后的期待 所谓婚后的期待 就是说 他希望赶快要结婚 结婚之后 他打算去哪里买房子 要住在哪里 买什么样的房型 然后接下来想要怎么生活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呢 听的人就会 脸上冒出三条线 但是呢 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我其实试着去体察 我觉得这背后 其实也是两个动机啊 一个动机 本身是善意 就是呢 我认识一些 对人际关系互动 比较弱的朋友 他们会误以为啊 就是如果我跟这个异性 刚开始认识 我就跟他讲 婚后生活的憧憬 那别人不就知道 我想结婚了吗 就会觉得我是认真的啊 那这样不是很棒吗 没有 不是 因为两个人 根本还不认识 你讲这些事情 对方就有可能 会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我根本还不认识你嘛 你的婚后期待 干我什么事呢 而且我不一定想住那里啊 所以当你跟我讲这个的时候 我到底要怎么回应你 我要反驳你吗 还是我要讲一个 我的婚后期待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一类的分享 反而很危险 甚至有一些期待 还会冒犯到别人 比方说 男生说 我希望女生要相夫交子 结果女生工作很成功 对不对 点上三条线 或者女生说 结婚之后 我觉得老公应该要给我多少钱 男生可能觉得我们才认识 你讲这个会不会太远了 所以这些话题都会让别人倒谈 只有你讲了半天 讲得眉飞色舞 可是很高几率 别人是感觉到尴尬 甚至被冒犯 好 那这个动机比较是善意的 可是我知道有一种 自顾自讲期待的 则背后可能没有那么善意 我不会说是恶意 他就没有那么善意 他其实背后的动机是想要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我要什么 你要就留下 没有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人很快就会谈到什么 婚后的责任分配 谁要早起做早餐 我期待谁要照顾公婆 或者是结婚之后 男生就应该把薪水全部给他管 等等等等 这种多半就真的是打定主意 一上来就要商业谈判 或者就是打算要面试对方 老实说这种我反而没意见 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干嘛 好 那我当然就不多说废话 可是很多人是第一种 他们误以为一开始就讲自己的婚后期待 会传达出一个诚意 一个想结婚的诚意 但这其实不对的 这是一个误解 因为很高几率是会帮你扣分的 所以建议你不要太快来聊这个话题 那第三个我觉得可以避免的事情 是聊太多爸妈 其实这个原因 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是这个年头 大家男生女生 其实都很害怕妈宝 或者爸宝 所以如果你跟对方才刚认识没多久 你就花了很多的篇幅谈爸妈 我爸怎么说 我妈怎么说 我爸说男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妈说女生就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妈说这样不好 那这个问题我可能要回去问问我妈 那当你把爸妈都挂在嘴边 那必然会被别人当成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 对方就会得到一个讯息 将来伯父伯母恐怕在这个关系中会无所不在 这个不是温馨 不是亲情 是一个惊悚感 那会这么做 其实我也听过有人跟我分享 他说他以为我常常把爸妈挂在嘴边 对方会觉得自己是个重视家庭的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一二三 其实很多人背后是有一个小心机的 有没有 但我其实要建议大家 就是你尽量不要把这些小心机塞进来 就是很多人在讲话过程中 他想要刻意透过对话来散发某种氛围 想要让对方觉得自己爱家 顾家 重视家人 渴望结婚 对未来充满了规划等等 这些小心机 我得说大部分最终都会帮你扣分 真的都会帮你扣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 就是随时随地需要爸妈帮忙 需要爸妈来协助判断 那你把他们挂在嘴边 另当别论 可是如果你提爸妈 只是想要创造某种 你跟家人感情很好的一个印象 是一种小心机 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行为 那我建议其实可以不要 因为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独立 能够靠自己的大人 我觉得在交友市场上 或许会更能帮你加到分 那再来第四个 我觉得请努力要避免的事情 就是跟对方说教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互动问题 因为我听过太多 那这种真的男生女生都有 第一次跟异性出来 居然就被对方教训了 那现在其实很多文章都在谈男性说教 可是我得说男生有可能比例比较高 但是实际上面男女真的都会有 我在网路上我看过女生写 那个印象很深 我看真的哈哈大笑 就是他跟刚认识的男生出来 两个人在聊天 然后女生就讲到自己的兴趣 是喜欢旅游嘛 结果没想到男生就板起脸来教训他 说你这么年轻 就到处旅游 你真是太不会想了 你这样很浪费钱 整个傻眼 那我也听过有男生跟我分享过 说他第一次跟认识的女生出来 女生聊到男生的工作 然后就批评他 这不够积极 做这个工作赚太少 那将来是要怎么养家 哇吓死人了 对不对 所以认真说了 这样说起来 说教的本质跟第一个刚刚提到的 就是自顾自炫耀自己 某种程度是类似的 因为你传达出去的一个讯息 都让对方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方 对不对 以为你有资格批评我 以为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方是不是真不知道 这里的麻烦是因为你们刚认识 对方搞不好也知道 甚至搞不好比你还强 只是他低调 他没有炫耀 他到处旅行 可是搞不好他存款更多 他爸妈都是有钱人 他是富二代 对不对 你不知道 所以你才认识别人 就开始尝试说教 那这几乎不可避免 会让别人觉得你自满 觉得你自大 觉得你讨厌 而且如果对方真的很擅长 然后你以为他不知道 然后你非要教他 非要教训他 就一定更会被讨厌 他不知道你要去介入 他都会可能讨厌你了 他知道你要介入 就会更被讨厌 我最近印象中 有看到一个新闻 说是好像我忘了哪里 欧洲还是英国 反正就是一个 高尔夫球的一个职业选手 他在哪里练习的时候 然后被旁边 看到了一个业余的 可能刚学没多久的男生 非要教他挥杆 其实就是类似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两个人刚认识 你不知道对方 是方的圆的匾的 你不能掌握 我觉得最简单的原则就是 只要别人没有问你的意见 你就不要尝试去教训别人 也不要尝试去教别人什么 有人就是过度自信 就是觉得 你看我学到一个什么东西 我很聪明 我很厉害 我非要教你什么 这样子你会觉得我很棒 不是的 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子 甚至我给你的良心建议都是 就算别人问你 你也不要很开心 然后就想说 嘿嘿你问了 那我来好好教你点什么 也不要 刚认识 对方也可能只是客气 那你就稍微讲个 5% 10% 给几个你的简单观点 几句话就带过 他如果真的很有兴趣 一直问 那再说 好 可是呢 他如果没有一直问 你一直想要教别人什么 那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说教 因为你摆出的态度就是想要告诉对方 我比你厉害 但是实际上 不一定 那不一定 再来第五个 我觉得适合避免的事情 就是自己在过程中讲太多话 也是这样 就是有些人是两个人刚认识 就会一直一直一直想要讲自己的事情 讲自己的喜好 讲自己的工作 甚至有些人会想要发表一些高见 比方说讲政治啊 讲经济啊 讲世界局势啊 讲自己的观点啊 甚至会批评到别人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也是跟前面一样 就是我好怕你不知道 我很厉害 我真的很厉害 我想要告诉你 我超有观点 这些政治议题 经济议题 所有事情我都有观点 听吧 听吧 那大家会想这么做 这个动机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我就是要凸显自己嘛 我就是要表现嘛 就像是动物求偶 对不对 我要把那个羽毛露出来 我要把那个红色的肚子露出来 然后呢 你看到那个就会喜欢我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 他们的一个世界观 会觉得我要这样做 你才会喜欢我 我印象中 我之前做那个父母关系的课 父母关系的课 我那个时候就有聊到一个概念 就是呢 有些子女会很困扰 就是家里的爸妈 不知道为什么 出去碰到陌生人 不管碰到谁 都要讲自己当年有 其实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 因为 我现在老人了嘛 退休了嘛 我没有任何的这个丰功伟业了 我怕你这个陌生人认识我 会看不起我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 诶 我跟你讲 我很厉害 我当年做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觉得嘛 我把这个东西告诉你 你知道了 你就会佩服我 你就不会看不起我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啦 当你认识一个新朋友 你发现他花很多的力气 想要让你觉得他很赞 想要让你觉得他很厉害 某种程度 也确实他很害怕 你看不起他 可是尴尬的点就在这里 你不管是炫耀自己 讲很多你的观点 批评别人 想要拉抬自己 并不会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别人就会高高的看你 就会崇拜你 不是的 当你一直讲自己的事情 讲的部分又不是对方觉得有兴趣 对方其实最终也不会觉得你厉害 反而会觉得你怪怪的 好 那有人可能说 那就什么叫做说太多 我觉得把握一个原则啦 就是你讲了一个主题 可是对方没有热切的回应你 可能听了就是 哦哦嗯嗯 很棒很棒 赞 那这个其实就是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两个人刚认识 你会被界定成怪人 不外乎是在人际互动中 流露了三个点 第一个 你需要肯定 第二个 你交钱延伸 第三个 你一厢情愿 所谓需要肯定 就是你传递了一个味道 你很需要让别人觉得你很厉害 你以为做这样的事情 别人就会喜欢你 但这个是不必要的 你不需要别人的肯定 你需要自己的肯定 而且呢 我想讲一个概念 就是很多这样的状况 可能不相信我接下来要讲的陈述 可是我觉得那是真的 就是没自信的人 会觉得我得要让别人知道我很厉害 别人才会喜欢我 但是好的感情是 别人明明觉得你是笨蛋 可是还是觉得你好可爱 我还是好喜欢你 这样的感情才能稳固 可是如果对方是因为觉得 你好厉害 好会赚钱 你高高在上 你好聪明 我喜欢你 这种源自于崇拜的感情 反而后面都缺乏一个安定的基础 我知道这有点复杂 可是我建议你想想 我建议你想想 再来 一厢情愿啊 指的就是 很多人 尤其是容易被别人界定成怪人的 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会真相信世界上有言论自由 你说就 你说没有言论自由吗 法律上有 好当然当然当然 实际上法律上当然规定 每个人身而平等嘛 每个人都可以讲任何话嘛 可是记得 实际上 当你任意讲任何 你自己开心 可是别人不一定开心的事情 当你讲出去的东西 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当你是为了自己 你就有很高的几率 会变成一个 知意妄为的怪人 或者是一个 刚见面就胡乱开架的怪人 这是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那你没有达成你的目标嘛 当然你说 我要行使我的宪法权利 可以 你绝对可以行使 可是你没有让别人喜欢你 那你行使这个权利 我就不知道 这样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啦 那当然你说 我就是想讲不行吗 可以 你有你的自由 可是别人也有不听 跟不跟你做朋友的自由 对不对 那有人说 那我有期待啊 我就是希望他结婚之后 要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啊 要照顾公投啊 我不能讲出来吗 那讲出来不是很有效率吗 还可以 可是你要讲出来 你就得要让别人觉得 这个交易 因为你就是交易嘛 那交易就要值得 那如果交易不值得 你也普普通通的 然后你又开了一个高价 那当然对方就下退啦 那你其实一样 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任何的好的结果 那我觉得就是可惜啦 那至于交易人生 其实就是两个人关系不到 就说出了一些 超过界限的话 主要就是干涉别人啊 给建议 说教 其实就是不请自来的建议 不请自来的建议 说教这个议题啊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 然后在节目中有聊过 有兴趣的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说明栏 因为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制作团队啊 应该会帮大家把那个连结 放在下面的说明栏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那我只想讲的就是 说教这件事 其实对很多人而言啊 真的都是一个长大 成为大人的课题 像我自己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懂 我记得我之前 也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谈说 我小时候 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非常好为人师 因为呢 我看到别人 人生要踩坑了 要做出一些错的决定 我都会忍不住 好像要发声去提醒 可是啊 我当时就想 我明明是个好人啊 我到处给别人建议啊 为什么人缘都不太好呢 后来后来逐步长大了 我才发现 大家踩坑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现在很多人说嘛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区 大家成长的历程 需要的人生体验 它都不同 只要他觉得很好 那个其实就是 他最棒的人生方式 我现在自己啊 有一个体悟啊 就是什么叫做尊重 尊重其实就是去相信 你周围的每个人 他们都是成熟的大人 他们已经是大人了嘛 所以他们不需要 我们再去教他什么 他们自己就有能力 做出最好的判断 而当你觉得 你一定不懂我要教你 你不知道怎么存钱 我要教你 你不知道怎么样 好好利用你的资源 我要教你 这就是一个居高临下 这就是一个瞧不起对方 那对方当然就会感受到 就会生气 那你说可是我真的知道 他不知道 那他们如果发现了 他们有需要 他们自然会跟你询问嘛 那那个时候 你再来分享你的观点 其实也就好了 大家常听我的节目 可能会觉得 我本人也是很喜欢说教的 可是我老实说 这真的是我们做节目的不得已 因为我们之前尝试过那种直言不讳 去解释大家的一些问题 发现还蛮多人喜欢这个风格 所以我后来也只好为了节目牺牲 多有一些说教的题目在节目中 但我自己在实际生活中 我现在是完全不说教 我完全不会给别人任何不请自来的建议 我甚至别人如果来问我 我都可能会担心 他是玻璃心 所以大概拿捏力道 可能给个30%力道的建议 那如果他听了 他觉得他还想知道 他很积极的问了又问 我可能才会多给一些建议 或者是付钱的那种顾问的服务 我可能才会讲比较多 那这也不是我现实 而是我觉得一个人 他真的下定决心 而且真的认同你的建议 你讲真话 才不会惹人反感 我到了我今天这个年纪 我会觉得这搞不好真的是你 在人生中绝对不要得罪人 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策略 你在任何人际关系中 你都该相信别人是大人 他完全有能力 会做出对他最好的判断 他完全有能力去收集资料 然后做决策 所以我们任何外人 都不应该不请自来的 去介入他的人生 他需要活在 他不需要我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 尤其是关系建立的初期 不要去炫耀自己 因为只要你真的有趣 真的有想法 真的有能力 而且你又能够让别人 觉得跟你相处是舒服的 别人最终会发现 你很棒 那他们就会靠近 可是你在刚见面的时候 就一直强调 我很棒 我有车 我很多人追 我超有见识 我很聪明 我懂好多好多事情 然后非要去干涉别人 教他存钱 教他这个那个 对方就会觉得讨厌 觉得不舒服 甚至觉得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强 最后 你就会被讨厌 就会被当成怪人了 今天我们就讲了 这五件事情 希望能够帮到一些 人际关系不擅长的朋友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需要 你可以参考一下 大人学课程平台上面 一些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课 一些跟两性关系有关的课 可能可以对你有更多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有请欢迎大家留言 给我们一些鼓励 那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有语与改变 一起来学习 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